海洋公園展出過百種珍貴動物 其中北極湖和北極狼 是首次與香港市民見面 蔡俊葉帶大家看看 兩隻由大連來的北極狼活潑浩洞四圍酒 看來香港這個地方牠們都住得慣 但北極湖就只是顧著睡覺 有市民說第一次見到極地動物感覺新鮮 香港是一個亞熱帶的地方 正常來說應該不會見到極地失物 第一次見到這些都覺得挺有趣 不是很有趣 不過好像很兇 為了配合北極動物本身的生存環境 場館的設計都要花點心思 有人造的雪在這裡 裡面亦都用空調調低溫度 另外亦都有一些和乾草在這裡 讓我睡在這裡就可以舒服一點 這次是第一次有北極湖和北極狼來到香港 海洋公園就說 希望透過這一個活動 能夠喚醒市民對全球暖發的關注 場內展出的珍貴動物 還有來自日本的蜘蛛蟹 和巨八爪魚 無聲電視機者 賽俊